游乐的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玻璃一区 毒牙冠播出的 娱乐的翻天 我是谷晓 大家好 我是蜗牛 好久没有见我们的蜗牛了 突然间发现 哇 蜗牛有变化 甚至想念的感觉 想念是想念 但是你好 变一句 没有 这可能是 就是你说的 那个春天发福的感觉 哎呀 我跟你讲 这个特别是男人到了中年 真的不能让他发福 我还没有到中年 就你在家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比如说 拖拖地 打草大的卫生 你可以运动一下 免得真的发福 你说这是 在做家务事 这种运动吗 不行 对男人来说 因为最新的一个科学研究 就表明说 男人不太适合 做这种家务事 否则会得老年痴呆 反倒是那么女生 这样做家务事的话 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是好事 请看我的眼神 请把这个科学家 给我揪出来 哪科学家说的 这个道理 这样子会让很多女生生气 我又不要在家里 做家务事 不会不甘愿 但是我是觉得 家务事这个事情 真的要男女双方都要做 你不觉得吗 同时做的时候 就这个家 爱有一种共同承担的感觉 还有很多情绪 是 让这个爱包围起来 对不对 是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晚上看看我们今天的新闻 好 明星就本性难改 Ella发心觉自嘲女神经 虽然现如今娱乐圈中的 甜解萌昧才是 男粉丝们的心头号 但偏偏有人本性不改 依旧大打咧咧做自己 昨天Ella在台美 举行新专辑发片剧者会 一改往日男人模型相 当天Ella身穿 粉色透视上衣 女人味十足 不过这一开口就马上露下了 不但在台上一刻不停 还出现了猴子模样 连接受访问都不按厂里出牌 好 这次爱来了新专辑 大玩前卫造型 除了扮贵妇举金亚凉之外 更是大碗空中瑜伽 不过这造型虽然吸睛 但却被网友吐槽 抄袭 蔡依林和徐怀玉 不知道Ella 昨天张卫妹乌托邦世纪寻成演唱会 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令人惊喜的是呢 当天拜遍天后蔡依林 以嘉宾身份登台 与张卫妹同开飙歌 气氛热烈 令全场粉丝尖叫连连呀 天后就是天后呀 这霸气十足的唱功 简直爱翻天了 而除了用歌声让现场的粉丝 一抱二福之外呢 当天蔡依林更是大抱张卫妹 好嗓子的秘密了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唱很会唱 你都怎么练的这样 她说去喝酒啊 你来喝一下 只有喝到我嫂子 小编的名 蔡依林 你还真是好想好 可以站在热版面 众球报道 说真的 我看到张卫妹之后呢 我觉得还要给自己来个警醒 不能够再胖下去 因为现在呢 人家都不叫我蜗牛哥哥 叫我蜗牛叔叔 你知道我那种心情是很难受的 还是满怀你以前过去那个时代 哎呀你应该高兴啊 说明你升级了 升级了 这种升级有点奇怪的感觉 我跟你说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称位都在不停的改变 比如说张信哲 原来都叫情歌王子 现在呢 称号改变了 改变了 对 随着一个年纪增大的话 现在应该是变成什么 情歌大叔 不对 情歌国王 不对 他现在从那个情歌王子 变成情歌王爷 呦 这辈份好像就提升得太高了 对 就好像是说 马上参见王爷的感觉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吧 就来看看我们的新闻 明星惊奇大秘身 秦远婷 张力 新版仙侠情侣 遭查阻 这年头啊 娱乐圈的明星们 为了争的曝光率 纷纷升级软件 求情求变 不来一个惊奇大变身 怕是满足不了粉丝的期待呢 新日电视剧 水山战绩之剑侠传奇 在横店秦王公 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扬眼的主演阵容 也是让台下的粉丝们 尖叫连连 看到金色的俊男美女 连吴奇隆都自探 亦是辣肉了 不过呢 要说这将还是老的辣呀 此次吴奇隆在剧中 颠覆形象 扮演大半派 绿袍老祖 这对他来说呢 可是一次十分新鲜的体验了 不过 相比吴奇隆的突破 崔卫萍和赵领 这段全新的荧幕情侣 则更加的令人期待 周渡公开的片话中 两人的亲密戏份 也是激起了现场粉丝 振振的尖僵 不过这段新任的 仙侠情侣在剧外啊 却惨遭叶祖星的插足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CP 可能被叶祖星破坏了 其实我觉得位置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吗 叮叮叮 哎呦 这可是赤裸裸的表白呢 不过呢 别以为是叶祖星 插足了仙侠情侣 只让赵领心生粗意 连崔卫萍的粉丝们 也是颇为不满了 在这个戏里面 跟韦萍的戏有很多 所以每天在线 都在一起嘛 都是在一起的戏 搞得韦萍 很多的粉丝都不乐意了 都找我回家了 有吗 有没有啊 然后呢 今天我更想送给你一句话 其实 我特别喜欢看你们 讨厌我去干不了你 这边的叶祖星和邱远婷 搞怪秀恩爱 而另外一边叶祖星的感情生活 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自从与前女友讲心分手之后呢 有关叶祖星 劈腿等负面消息也是层出不求 对此的叶祖星在现场 并不愿多做解释 反倒是吴庆龙大哥范儿的 为好兄弟解围 感情的事情我觉得 我是不会说的 我说了好不好 你名字可以照 在我一角度来讲 红业势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很清楚她的 很多可能有一些 不适合人员 我们是哪里 小鸣电影 让传闻都随风去吧 明星星期期待变身 张绍涵颠覆偶像身份 演惊悚片 估计是看到 四爷大丸突破演反派 我们的张绍涵也做不就了 昨天恐怖惊悚电影 蝶仙鬼谈2 在北京举行台阶仪式 人美歌天的张绍涵 这次竟然成为了 这部恐怖电影的 第一女主角 红杰美美都是 台湾偶像剧的 甜心美少女形象 如今却颠覆偶像身份 按照张绍涵的话术 就是要让大家 跌破眼睛 我就想尝试一些 完全颠覆 大家的 法灵的角色 看到我 上次放一声的时候 就会觉得 因为我不是偶像 因为我们演战的戏 成不成立 就是要让 就是要成立 所以我就会很期待 小编给你 大眼睛的招山寒 眼睛送片 一定很吓人吧 六百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的时间 请让我 好好的来 发表一下我的感慨 我给你送上一杯 你说 我讲的是周杰伦 之前我就觉得 他是天王 他好像就是 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但自从结完婚 他的老婆 这个怀孕之后 他怎么每天去逛 这个 晕儿日宴之外呢 又给自己的老婆 当司机 让我觉得 好不适应这件事情 就我觉得 大家应该慢慢地适应 现在的结完婚之后呢 这个天王 其实变成一个 好老公 好爸爸的一个身份了 所以呢 毕竟老婆怀孕了嘛 应该更加有责任感 更贴近一点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 老百姓当中的一个丈夫啊 或者爸爸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不过讲这个女人 那怀孕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很受关注 别说接下来这几位 怀孕界四大天后 他们的肚皮被锁定了 是的 他们又被怀孕了 有一种怀孕叫 纯贫地鞋 有一种怀孕叫 小腹龙脊 昨天身材 销瘦四少女 今天小腹龙脊 已有硬 甚至一个造型 两种效果 横看成岭 侧成风 犯牌黑土 各不同 王妃 张子怡 谢娜 周迅 怀孕界的四大天后 他们的肚子 自有伸缩 无数字牵涂着观众们的心仰 怀孕四大天后 这是王妃 天后的肚皮 也是传奇 去年 风飞的世纪复合 让许多人 又重新相信了爱情 而两人复合之后 啥时候会有爱的结晶 又成了大家操心的话题 自从与谢霆锋复合之后 王妃便多次被爆出怀孕 从拍广告时 一桌宽松平摸肚 到五百万请高增 送金护胎 从挺肚照曝光 到谢霆锋 赶攻击返北京 就隔三差五一怀孕 故事完胜 狗血剧呀 什么都是不回答 我说谢霆锋 你这也太没有心意了吧 快学学咱飞姐 为了打破怀孕的传闻 一会儿学跳肚皮舞 一会儿坐地卖力拉筋 这不前些天 王妃又以一场 绕成马拉松的方式 立正自己没有怀孕 谁说王妃没有怀孕 可风飞两人的爱情马拉松 还在继续 看来如果王妃没有创造出 三个孩子三个爹的局面 那这三天两头怀孕运的事 恐怕还得继续咯 怀孕这次大天后 是张子怡 以后的肚皮 你别猜 如果说那边王妃 是三个孩子三个爹 那这边汪峰 可就要三个孩子三个妈了 自从年初张子怡 接受汪峰求婚之后 这怀孕的消息 一直不绝于耳 什么美国度假 已安胎 小腹威龙 已有孕 从上个月更是爆出一组 突度孕照 已安胎色 还曾多次公开表示 渴望早日结婚生子 莫非这次是真的 我一直羡慕 就是有孩子的女人 有孩子的家庭 我一直羡慕 我也渴望自己有 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 我一定会拉着她 跟我穿一模一样的 站在这里 我觉得那个画面是 比一切都重要 比得什么奖都重要 虽然国际章 铺起求子 但似乎还并未能如愿 从近日由网友发现 张杰现身日本 身着热裤大露好身材来看 怀孕这事 大家恐怕还得等等咯 怀孕这次在天后之 周迅周公子 好像真的长胖咯 要论起娱乐圈 最可能怀孕的女人 周迅周公子 怎能不放上有名呢 话说这周公子 情场沉浮20年 如今好不容易地 找到了归宿 可随之而来的怀孕传闻 又令其头疼不已 除了此前 网上源源不断的怀孕传闻 最近又有知情言称 周迅确实已经怀孕 甚至害怕到他挺大肚 可有人智慧的照片 为了周公子 不得不翻跟头 撑你一下啦 这两天有新闻 又说我怀孕了嘛 对吧 但是其实没有嘛 因为本来我今天 想在台上翻两个跟头 对 一个是穿裙 我穿裙的 尽管周公子 亲自否认自己怀孕的消息 但是小平 还是要祝福 这位华语影坛 大满贯影后 早日实现 人生大满贯了 怀孕季次代天后之谢娜 一姐为了爱情结婚生子 这最后一位要揭晓的 怀孕专业户 就该是谢娜了 曾经何时啊 那个疯疯癫癫癫的小丫头 现如今也成了 被怀孕的专业户 而张杰结婚多年 谢娜的肚子 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也难怪 大家伙会跟着着急了 两次陪张杰赴美学习 被传出国安胎 韵味十足的机场大肚照 疫情爆出 便被疯传 再加上 前不久谢娜在快乐大肚营中的 深情告白 真是想不被怀孕都难呀 我觉得人结婚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想要孩子 因为孩子结婚 一个原因就是 想要跟这个人 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 生孩子的事情 是自己可以去 计划的 我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催促 就像我不是因为 要生孩子 我才结婚 我是因为爱他 我要跟他生活 一辈子才结婚 听到如此 深情款款的告白 连小编 都感动的失了眼眶 也以为谢娜 会从此做个安静的女孩 没想到 为了辟谣啊 谢娜的女神情本色 又一次成就江湖 除了在微博上 公布了 深情图厌的 滑冰视频之外呢 还上演了一场 视角跳舞表演 我说谢娜 你还真是满拼的 虽然女神们怀孕怀孕再怀孕 否认否认再否认 但各位看官们 还是总有操不完内心 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女神 迈入婚姻殿堂 接下来被怀孕的队伍 必然还会进一步的壮大 无论这些怀孕的传闻 是真是假 小编都衷心希望 女神们都能早日当妈 乐阪天聪合报道 在娱乐圈呢 如果这些男明星 如果找女朋友的话呢 都觉得应该是 王子配公主啊 王子配公主 或者天王七星后 这样就门道户队搭配一些 对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 看到了那个小名模 那个小男生 帅 没想到他的女朋友 让很多人炸蛇 怎么会是她 对 我发觉哈 这个女朋友哈 不单是这个身高有差距 而且肤色有差距之外 这个气质都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的感觉 但是呢 看完这条新闻之后 很多女生就说了 就发现说 以后要自信一点 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男生的话 你就大胆去追 说不定 你知道 就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 但是你确定是 这个女生追到那男生吗 不是这个男生追到这个女生 这件事情就不追究了 祝他们幸福 你们幸福就好 好了 接下来时间 继续看新闻 穿烧一下 为新作品评论 黄小明现场主题曲 为电影宣传 现在新年的话 发个专辑 拍个电影 都不是什么难事 宣传才是重中之重 不管你是大腕 还是小他 那都必须把看家本领 都试出来 为新作品 卖了妖可 昨天某手机品牌 发布会现场 演绩大腕云集 最近荣生出品人的黄小明 更是拼命宣传 不错失任何的机会 于是在现场 咱们的小明哥就演唱起了电影 和熊小梦的主题曲 小明哥这次啊 为了这部电影 真是下了血板 连女朋友Angela Baby 都请来演自己的妹妹了 所以唱个主题曲 那更是义不容辞了 最后呢 更不忘呼吁大家 去支持自己的新片 希望大家一定一定 能够唯一好到电影院 去支持我们的 和一生效果 非常感谢 为新作品评了 邓紫棋如愿一场演唱新歌 跟黄小明一样 评宣传的还有邓紫棋 最近关于邓紫棋的新闻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早前因为坚持唱新歌 最后无奈退出 我是歌手双年歌会 邓紫棋一度被劈耍打 不过一小编太了 这也算是对音乐的坚持嘛 昨天在某手机品牌的发布会上 邓紫棋就得偿所愿 演唱了自己的新歌 娱乐大串烧 歌手金中国广州宣传演唱会 之前活跃在Running Land中的 能力者金中国以歌手身份 来到广州为自己即将开办的 演唱会宣传造势 是的 您没有听错 能力者金中国要开演唱会了呢 其实呢大家有所不知啊 人家金中国二十年前 可就是你歌手出道的 此番呢也只是重新回到了正贵而已嘛 不过呢歌手身份再经验 也经验不过金中国在跑男里的表现 此次来广州宣传 众人最关心的无疑是 咱们能力者会不会 与适逢在广州录制的 中国跑男团聚一聚呢 其实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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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不愿意 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答正确的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剧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我手上拿着的 唐宇爵亲帝签名的写真集 还有万物生长和贵族大盗的电影票啦 是的 希望大家赶快来索取啦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很久时间 我们再见吧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